关心这是鼎心饲料油案的最大咖 魏映冲终于还是收押觐见 关键在于检方掌握到两项市政 足以让魏映冲一强比命 一是检方掌握了鼎心会议记录的副本 上头就写着 魏映冲指派总经理陈茂佳等人到越南茶厂 检方因此认为 魏映冲对采购越南饲料油是知情的 而且参与其中 而另外一方面 检方也掌握到鼎心自由总公司 一位客长手机的LINE 里头就写着 跟时间赛跑赶快处理的讯息 而且收到的不止他 鼎心有多位干部都承认 资料油案一出 总公司就立刻指示要开始销毁文件 而这两项关键证据 也让检方终于咬住魏映冲 缓慢不出法院 鼎心前董事长魏映冲遭到检方申请羁押 彰化地方法院何怡婷 裁定结果出炉 魏映冲与鼎心屏东厂厂厂申请名 两人都受押觐见 何怡婷罚官 经讯后认为被告魏映冲 曾启明二人均犯罪协议重大 且有事实主任有隐蔑证据 及创政之余 确有羁押之必要 因此本院何怡婷裁定 被告二人均足以羁押 并进建体通信 彰化地检署查出鼎心购入低价饲料油 冒充食用油贩售 并且怀疑魏映冲知情 16号晚间连同鼎心屏东厂厂厂曾启明传唤到案 不过两人对于违法事实 全盘否认必重就轻 直到检方提出证误才哑口无言 本署在今天上午指派三位主任检察官 会同相关单位共计68人 到台北101大楼董事长办公室等四个地点搜索 扣押了相关证物 并且询问了该集团相关证人五人及被告二人 两位被告经过检察官询问之后 认为他们犯罪嫌疑重大 而且有勾穿共犯及证人之余 张华检方正办黑心游案 累计已经收押六名被告 全案最大咖的被告韦英聪 已经遭到张华地院才准收押境界 不过民众的怒火恐怕还无法轻易平息 联合报何炯荣 林婉玉张华报导